歡迎收看市場默訪 今年大家聽得最多的一定是適應新常態 因為疫情出現後 有很多行業都受到一定的衝擊 究竟各間企業怎樣可以利用科技的配合 去幫助到他們的營運呢 今天又要跟嘉賓談談 Hello Benny 你好 Hello 你好 Apple 疫情其實對於你們公司的經濟活動 有多大的影響 以及你們所服務的對象 當他們要跟客戶溝通時 有出現甚麼困難呢 對我們來說公司影響到很大 因為疫情期間經濟活動停動了 我們亦有很多B2C的營運模式 包括廣告業、電影業 你都見到這段期間都影響了很厲害 但是經濟活動也要繼續去 人也要繼續吃飯 所以很多數碼方案從而衍生了出來 例如網上營銷、網店、直播或網上推廣 在這個數碼的年代裏 我們其中一個方案 就是專門做餐飲業的客戶服務 因為中了收支 其實餐飲業來說競爭都很大 單單如果是保持餐廳的食物質素 其實他們都很難繼續下去 所以我們推出了手機APP 令到客戶可以利用Law-tip Program 電子儲存 電子優惠券 變成他們可以這段期間提升會員的忠誠度 其實餐飲業來說 他們都要買響數碼化 以我們傳統的餐飲業來說 他們對於會員系統的做法特別不同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都不會儲存客人的飲食習慣 積分或其他東西 變成賣響數碼化之後 其實是多了很多特別的好處 飲食習慣、積分換領 歷史全都知道了 亦都最重要是知道客人的個人的飲食習慣 和體驗在這裡 從而這個令到餐廳 可以更加適合 可以更加清楚知道客人的需要 以及準確性很高 相信很多行業其中一個痛點 就是因為疫情之後變數太多 如果客戶的預算又不太多 怎樣可以保持服務質素 有甚麼解決方案或技術 可以提升你們為客戶提供的服務呢 其實有很多問題 我們以往是見到的 包括系統的維護 我們要找人去處理 其實是很花時間 所以變成我們專精力 在軟件開發方面 而找平台來說 有幾樣我們是會考慮的 第一件事就是穩定性 因為數據很重要 如果平台不穩定的話 其實對於客戶外本身也有很大影響 第二件事就是彈性 如果沒有彈性的話 我們基本上很難應付到 有這麼大的訊息 有這麼大的訊息 第三件事就是安全性 客戶的數據很重要 如果不少被人拿了或偷了的話 其實對於我們和客戶也有很大問題 所以我們都會從這幾方面去考慮 對於雲端平台的使用 提升了服務之後 你們的客戶有甚麼回應 以及跟消費者的關係 又如何改善了 其實回應都很正面 客戶的人數 App 的下載數量 以及餐廳的上會數量 是不斷提升的 舉個例子 我們其實和一間火鍋店 在4月份合作過的 大家知道疫情期間 火鍋的生意已經很大了 我們就和這個火鍋店一起合作 推出了一個活動 在活動期間 我們就會針對性 在客人的消費模式 地點 以及他們的喜好 然後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優惠 這個優惠推出了之後 其實生意是好很多的 若火鍋店見到這麼好之下 就不斷提供這個優惠 從而令到生意 這段期間 都可以疫情期間度過 因為這個情況 我們變成跟客戶 和商戶之間的品牌 的互動性提供了很多 你們在選擇這類型的 服務解決方案或技術時 其實會有甚麼要求 因為我們有很多國外的客戶 所以變成我們選擇平台之時 有幾樣東西是很重要的 第一是它的彈性 數據安全性 可擴展性 服務速度 以及對Open Source的支援 所以我們就火拍了一間 提供電腦軟體服務的 跨角電腦科技公司 它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服務給我們 包括客戶服務支援 培訓 Cosell 市場推廣 以及地域拓展 在各方面提供幫助我很多 從而令到我們的商業業務上 更上一層樓 謝謝Benny的分享 希望不同行業都可以利用科技 令到大家的生意 在危機當中都找到機遇